我們這個花旗的現金回饋預期卡 他推出了所謂的PLUS這個升級的版本 那當然其實今天下午我把這個訊息轉發在我的粉絲頁上面 大家都有看到了 然後我有看到大家的留言 就是他就是一張費卡是不是 就是說還是沒有那麼好用 像也有那個Martini Martini蘇 這個蘇先生他也分享說 那你為什麼不把那個什麼星光銀行的那個什麼什麼配碼 然後一樣就是3% 只要行動直貴不跟就是有3%的貴 其實很多的信用卡都有 比如說像莊銀的話 他也是使用行動支付來做交易 一樣也是3%的貴貴 都是好像比這張卡還要好 因為這張卡他目前的優惠就是說 基本的回饋0.5%是無上限的 你怎麼說他就都有 那另外一部分他有加碼 部分是有三大通路 第一個是餐廳 第二個是加油站 第三個是量販店 這種量販店的部分 這三個通路只要符合 那你就可以再多拿到1.5% 然後每一期的上限是300元 所以就大概刷2萬塊左右可以拿到 所以他的基本回饋就是說 你在三大通裡面也可以拿到2% 就是不論你新救護都有 那新護的部分他有一個手連加碼1%的部分 所以整個總統來到最高就是來到3%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很多的朋友都會在上面覺得說 因為他的活動規則設的急劇是太複雜了 那你要用一張卡片 然後還要這樣想都想 其實實在是不太人性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其實也沒辦法去反駁大家 因為他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子設定 讓我只能這樣子介紹而已 那如果您覺得他不好用或者是不方便 那其實也就是把他當作一種活動的信用卡 就是活動卡來參加寶可夢的酒團 然後來使用就是來辦下來使用的 那等到就是我們已經取得就是這個領獎的資格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放在旁邊 不行啦你還是偶爾刷一下 這樣子活卡率會比較好看 對我們這樣子以後比較好去跟就是廠商就是要獎品這樣子 所以也是一樣 就是如果您對這張卡片您是花旗信戶 然後有一點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就是先hold著 等到4月1號開始再跟寶可夢這團 那一樣就是可以拿到這張卡片可以使用他的優惠 然後又可以拿到我這邊加盟 有萬一會